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父老乡亲们 你们好吗 我现在呢 是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潭南翻景区 喜上加喜来到平潭 只因为这里的喜事特别多 去年咱们趋定精准扶贫对象 全部脱贫 今年国庆期间 平潭的世界最长 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公路面势通成功 什么中国体育旅游 十家目的地 中国最美文化生态旅游 名区 国际旅游岛等称号喜事 一罗筐 以前呢我们录喜上加喜 开始的时候呢 我都会说上这么一段话 这个罐口 喜上加喜由王老吉 次宁吉 独家冠名播出 药青春喝次宁吉 喝王老吉 次宁吉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喜上加喜由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特约博英 喜上加喜由 真便宜不用算的巨华钻 独家互动合作 账手机淘宝 认准巨华钻 百亿补贴 全网低价 天天有 送汇聚 喜上加喜 购买超划算 地域爆款好货 喜上加喜由 中国黄金特别呈现 中国黄金一见清晰 可以 全国好关口 但是今天跟往常有点不同 我们的冠名企业 王老吉 次宁吉 企业的领导来到现场了 他来了大伙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啊 每人发一箱呗 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 至少一人一罐 喝罐刺警级 好 就没有行 很腼腆 今天的我们来这儿喜上加喜 给一位小伙子说梅 乡亲们都管他叫 阿大 介绍你的 因为他地米八二的大个 好干啊 长得很像月云鹏 他外表很憨厚 内心呢却住着个小可爱 然后呢还擅长写诗 这么有才华的吗 今天会不会给上场的女嘉宾做事 咱们一会儿瞧一瞧 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女嘉宾上场 有点期待 第一位姑娘 林祥璐二十五岁 是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的文员 巧了 阿大爱写诗 这姑娘不仅是乐队的键盘手 做词人 创作的舞台剧 还获得了全省金奖 还曾获得过 陈哲南文学奖 冰心文学大赛金奖 跟你有共同的爱好 自己写了一首歌 有人出价五万元 他都没卖 天哪 这才女跟阿大也太般配了吧 赶紧出口一下 哇 武装 刚一录影 就感觉已经惊艳到我了 年岁的枯叶 被风吹起 拼臭成初春发芽的模样 听重了 听重了 淡定 好好听 干笔在我手中摸着 性质恢复一片空白 徒有莫香 刚才是你写的呀 冰心文学大赛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冰心奶奶呀 这么有才 你要是写起东西来 会是什么样呢 我写的东西的话 喜欢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面 然后点一张小灯 有的时候可能 喝点小酒吧 十九称年华 还有小酒 我给你提个建议 创作的时候呢 喝点欧洲双刃症 全国销量领先的 俊乐宝奶粉 听说很多孩子啊 喝了它之后 学习成绩都提高了 从哪都能绕到 喝的东西上 来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二号 林艳芳 今年二十六岁 是中医院护士 当过十六次伴娘 十六次的伴娘 这足以说明 她是一个多么被人喜欢的姑娘 今天她当过伴娘的新郎新娘们 也陪她来相亲了 这个真是有点盘大了 当过十六次伴娘 会有第十七次 十八次 十九次 我要把自己嫁出去 婚礼流程应该很熟悉了吧 略夺一二 你做伴娘 最有技术含量的是什么内容啊 当然是绕新郎啦 搞事情 让他们跳草裙舞 指甲板跳绳啊 拆唇艺啊 拆错了就惩罚 还有就面目全非啊 芥末要夹心奥利奥饼干啊 可怕别让老公给折磨的 这当个新郎也不容易啊 当年是怎么整你的呀 当年就是他们用保鲜膜 包住那个相框 本来就长了有点丑的脸 硬逼着你要挤过去那个膜 现在闹着闹着房子是这样 她是怎么整你老公的呀 指甲板上跳绳啊 然后做俯卧撑 还要让场叫气叫出声音 得罪过十六伴人都来报仇 想想你的日子 我们都想了很多法子了 就等着她嫁出去了 阿大 小心呐 咱就身子多胖了 来 谢谢你们 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三号姑娘 庄云玲 今年二十七岁 是一家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 喜欢推理和心理学 看过很多心理学的书 虽没有谈过恋爱 但她那双不灵不灵的眼睛 仿佛能看穿所有男人的心 记忆就像香剂一扇一扇 不灵不灵的心跳从不厌烦 甜蜜就像唐波酸酸甜甜 不厌烦 哎呦 确实是 不灵不灵的眼睛 怎么现在用我的小眼睛 在看到不灵不灵的眼睛呢 幸福的味道想你 甜蜜可爱心 需要呵护心 喜欢研究推理和心理学 是 看过这方面的书 有 包括行为心理学 营销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 还有拖延心理学 我觉得我不敢看你的眼睛 我怕你看穿我 我会害怕 感觉会被生怕读懂 对啊 你分析分析 咱们冠名企业领导 他给全场的观众 带来了那么多那么多罐的次宁集 依然面不改色 心不跳 你能不能分析分析 他此时真实的心理状况 是什么呢 他现在是啥感觉 酸酸的 请大家喝完了次宁集 心里酸酸的 没谈过恋爱 是啊 你是不是以前 那个男的一见你 都让你分析跑了呀 太理性了 没谈过还很理性 对 会撒娇吗 不会 没关系 我们阿大会撒娇 来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会儿阿大过来 看你会不会撒娇 第四位姑娘李欣 三十岁幼儿园老师 姐弟恋呀 有点期待 有点期待 有高级育婴师证 讲起客来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一只狐狸 躲在树后面 呼唤大睡 突然一个声音 把她吵醒了 她睁开眼睛一看 原来是小鸡 狐狸说道 小鸡 小鸡 你要到哪儿去呀 刚才那不会撒娇 我觉得这个特别会撒娇 不知道我能不能扛得住啊 阿大给你这样的 小鸡说 今天过节 小熊请客 我要到她家过节去 狐狸一听 哎呀 小鸡 小鸡 你能不能把我也带去呀 小鸡说 哼 我才不想带你去呢 而小熊呢 正在家里面打扫卫生 她听到了门口传来 咚咚咚的敲门声 狐狸在门口大声地喊 开门 快点给我开门 我要进去 听这个童话故事啊 有一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 就有一种想睡觉的感觉 你会唱摇篮曲吗 会的 你给现场的观众 唱个摇篮曲 我看看什么效果 万一把他们都唱睡着了 怎么办啊 把他们仨唱睡着了 你就领阿大走就行了 有道理 上啊 你上啊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宝 妈妈爱你 快快谁叫我 第二现场的阿大 我仿佛听到了呼噜声啊 可能要做他的宝宝了 这身衣服挺好看 我一看到你这身衣服 我就想到了 要到划算划算真划算的 巨划算去买 因为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买东西 才很划算嘛 如果是200多斤的 一个大婴儿出现了 你会怎么对他呀 扣不住 扣不住 来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屏幕了解一下 即将出场的男嘉宾 村民们注意啦 注意啦 咱们村 恩当大大要去 使善家屎乡亲居老 我们大家跟他鼓鼓劲 家加油 好好地夸夸他 大家知道了吗 林志鲁 今年27岁 毕业于雅恩大学 滑雪专业 因为毕业到春时 比较强壮 说话比较想念 我们管他叫阿大 女嘉宾可别嫌弃啊 别嫌弃啊 这小伙子挺实在啊 阿大可是我们村子里 第一个大学生村官 前不久刚钓到 经济店区管理局 在春两年 活可没手段 帮大伙争取义工救助民儿 他还会教村里老干部物店 开掌主题党力活动 困惑大家生活 可乐心啦 你别看阿大高高胖胖 两百多斤 籃球羽毛球 越远都不在话下 他还是国家籃球二级采判员呢 大伙支持他去乡亲吗 回谈真实 有请男嘉宾林志荣 和他的乡亲顾问局挺 杨大鹏出场 左边的傅老 右边的乡亲们 还有远方的朋友们 大家照顺好 怎么样啊 觉得这阿大 问你们四个呢 都吓坏了 二百多斤吓坏了是不是 赶紧把肉尝一尝 有多少斤呢 二百零八 二百斤人 观念不显 我觉得他比我瘦 就是 你看多好 他看不出来 另外呢 我也想说呀 我们阿大虽然是体重大了点 但是他有决心 可以减肥的 你们四位都放心 长得是不是有点像月云鹏 像 你说你要嫁个这样的老公 在家该多好玩啊 天天掐小月月的脸子 你能不能学学小月月 一个夜先卖个萌 后面就是 就这个feel 这个啊 她外表憨厚 内心呢还住着个小可爱 竟然还特别有才 没事喜欢写诗 分别送她们一句诗行不行 一号女嘉宾 俏丽若三春之桃 青树若九秋之举 好事多磨 我们搬在后面吧 好事成双吧 一 她想把好事多磨 换成好事成双 我觉得你俩坐在一块 就可以对诗了 我现在就回你们俩一句 中国黄金一见清新嘛 二号 凌家有女出展城 凌秀脱兔 燕山峰 三号呢 借问西诗谁得事 玲珑巧心 巧佳人 到四号这可能有点持穷了 言不尽鸟 鸟螺拼亭 道不亡先知易茂 嫁给她 我觉得太可爱了 有有值得被依靠的感觉 我们一号姑娘特别有才 人家她曾经创作一个歌词 别人出五万她都不卖 一起来听听那首歌 来 在黎明来临之前 爸爸收拾好了行囊 看老街上冷冷清清 昏昏的路灯 摇摆不定 我送她走出家门 到家中挥着手 把泪擦干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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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渡口 有人回想 可是哪个人不是你呀 野村 到雲来心 青年忘预 灰成一张纸 跨越往水 裹在手里 忍住不哭泣 稿雨来心 Civic 把爱你牵挂在心底 夏天过去冬天来临 我在等你呀 这歌是谁唱的 唱得这么好听 是我们的主唱林波唱的 你们主唱有对象了没有啊 结婚了 大家都结婚了 还好 还好 举萍老师 你觉得这俩人都会写诗 是好啊 还是不好啊 好啊 这个刚才一号女嘉宾一出来 哎呀 古装 我就喜欢古装 我说那不叫古装 叫中式旗袍 他马上就激动 我问你不要激动 后面还有三位呢 我就说呢 这俩人都会写诗 未来的生活场景 能不能描述一下 诗情画意的呀 那谁做饭呢 对呀 不 看谁做诗 做得差谁做饭 也是一种比赛 俩人都会写诗 自然般配 三号 没谈过恋爱是不是 是 有过心动的感觉没有啊 有吧 曾经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不小心踩了一个男生的脚 踩了他的脚 你心动了 还没弄 故事还在后头呢 当时我差点摔倒了 然后他就把我给搂住了 好 当时心里面一紧张 噗噗噗噗的 我觉得那应该是心动的感觉 他已经准备好了 你使劲动 使劲动 那你遇到喜欢的人 你会怎么表达呢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难道你不觉得这么表达有点生硬吗 会撒娇吗 我有这个潜力吧 假如现在在街上看到远处的摊 摊上有卖次宁吉的 你给他撒个娇 好难喔 有点口渴了 我可以喝惯吃零吉吗 来 四号 教教他 那我请男嘉宾配合我一下好吗 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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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喝那个刺零吉 你买给我好吗 买给我好吗 这四号声音 真的让我陶醉其中 有那么一丝丝的心动 来 刺零吉 刺零吉在手 折一轮白头 来 三号 过来 刚才已经教你了 现学现卖 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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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口渴了 能喝光吃零吉吗 还不够嗲 大鹏 教教他 你就对菊萍老师撒个娇 我看看啊 菊萍姐姐 菊萍姐姐 我很渴呢 我来到吃零吉呗 来 学学啊 阿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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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什么 阿大哥哥 阿大哥哥 我口渴了 能不能喝光吃零吉 你呀 嗯 太冷静了 咱们回到自己座位上啊 刚才的确是你的短处 现在分析分析场上的局势 我先分析一下他吧 从我一开场 他就显得有点格外的紧张 说他胖的时候紧紧的 拉住了一句 说明他的短处 我是真的胖 你觉得 拉一下能够做得住啊 那就拿两下 拿两下 你就跟小伙子阿大说一说 你想找啥样的吧 我想找阳光 开朗的 爱运动的 笑起来很温暖的人 还不够温暖 大鹏来个温暖的笑 温暖一点 起到了 喜欢运动是不是 是 阿大恰好就是你喜欢的 这种类型 今天就让阿大给你运动运动 来 有请工作人员上场 来 开始吧 来 开始吧 好 好 好 男嘉宾举着干铃深蹲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的man 为了让几位姑娘感受到举她 有多么不容易 我们把大鹏请上来 来 我今天啊 就不该来 你蹲一下看能不能起来 你说我容易吗 上辈子欠你的 这三人太好了 你一下都不行啊 他不是一下不行 他是半下都不行 您真小瞧我 我什么都不行 人家都没撒手你就下来了 就是这么突然 我现在突然间觉得 爱运动的小哥哥好像也很不错 你呢 刚才看了这么有力量 给几位姑娘说说 在家里都做什么呀 做的最多的就是 把妈妈做做家务嘛 维修一些小电器啊 电插板啊 闹钟 台灯这样子的 小时候还特地把台灯拆了 再重新煮上回来 还有就是喜欢动动手嘛 做一些木制的一些兵器 她的内心真的是 住着个小可爱 会做饭吗 这个肯定的 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吃出来了吧 最擅长的是西文市炒鸡蛋 水煮鱼 保证能够满足女嘉宾的胃 你是经常自己在家里做饭 对不对 对 小伙子很踏实很可爱 听说阿大来相亲 他工作过的村里啊 不少乡亲们今天也来了 来 给几位姑娘 说说阿大是怎样的人 阿大他很耐心哦 我们村里有个大爷患癌症 这里呢还有两个小孩子 还残疾 他很细心很耐心 帮他们办理残疾症 他还主动帮忙办那个低保 其实这个老大爷他一开始还不愿意了 他觉得不信任他 老大爷不愿意的时候 他是一直恍恍恍恍去他家里 他一直说 说通 给他讲 是个非常耐心 非常细心的小伙子 很不错 我能想象 来 旁边这位 有一次星期六的时候 我们村里面做那个住户表格 因为我对电脑操作不熟悉 喊他进来帮助 那时候我交点多打电话给他 他一直从现场里赶到我们那边 大概11点多 还带一个他的女朋友一起进去 他带了个女朋友 女朋友 太难了 你这是 你这是帮的吗 帮阿大相亲 他带着他的女朋友 其次 前女友 前女友 你还生怕别人不明白 是吧 阿大今天如果相亲不成功 就是你惹的祸 你知道吧 让你来夸夸阿大了 结果你还说他带前女友的事 那前女友现在还在吗 现在不在 那就行了 那就行了 那算了 你也别说了 一会再说 可能又说出一个女朋友来 我问问菊萍老师 张亲们一不小心 说他以前的前女友的事 会不会对他相信带来影响 我觉得不会 现在年轻人都很理性 尤其是还有分析是吧 还有分析师 对 现在的女孩心里很有数 我觉得好像也是 刚才那位前面那位先生 虽然不小心透露了前女友 但是那个事呢 却是阿大的折射 你想想周六日 就是因为电脑有个东西要修 就专门到岛上来 不辞辛苦 来 分别了解了解他们几个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 了解一下我们一号的姑娘 时间会改变一切 而这些改变不仅仅对我 更是对平潭 一条条木麻环相伴的相间路 指引着一座座带青色的石头错 怀久 珍惜 期待海岛生活的更新 但更希望留下多一些的文化的印记 谈笑有洪如 与志同者画人声 不被所有人理解 在昼夜交替中 获得欲加坚定 使感慨也叹息 坚守很苦 但坚持很酷 业余主持 曾是记者 坚持从生活中出发 拘一轮海角的夕阳 虚尽荒 对月读卓 留许多话 一笔一画带给我的 除了内心的丰富 还有传播记录生活的满足 爱是五月的海岛 是北港村的灶火箱 可你能读懂我的模样 好有才的姑娘啊 经过你们用文学手法 这么一描述 我就更加有点听不懂你了 其实我还是满街地气的一个人 平时下班之后 我就会回到家里面做一些家务 会做什么家务啊 做饭啊 像香辣虾 红烧鱼 青椒鱿鱼 茄子煲 蛋菜汤 排骨汤 他现在就二百多斤了 你要还这么会做饭 他不得奔着三百去啊 那一半如果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 如果需要小酌两杯的话 我也会陪在他身边 然后可以给对方洗袜子 小鹿又开始撞起来了 我好像是 连袜子都洗 他有接地气那一部分 来 二号姑娘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从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去世了 从小妈妈就当了起 两个角色 爸爸和妈妈 我们姐弟三人 从小就会帮忙分担一些家务 所以我也是一个 比较独立一点的 也会照顾别人 小的时候有一次 要在的早上门来了 然后妈妈不在家 她就对我们凶 所以从小就有点缺乏安全感 长大以后 我就有一次妈妈生病了 在医生叫我签下统一书的时候 我虽然是医护人员 但是我也是子女 所以我也会害怕 会很在乎亲人 所以这时候我需要一个肩膀 一个依靠 所以我想找一个 能给我安全感的另一半 如果鞋带开了 她会蹲下身去 帮我系个鞋带 就很温暖 会特别容易知足是不是 是的 如果做了你会怎么样呢 可以相处 我看你的鞋带好像开了 好像开了 好像开了 还有谁 如果做了你会怎么样呢 可以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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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看这个二号姑娘 是那种 你给她一点 她就会幸福得不得了 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 我问问大鹏 要找个老婆缺乏安全感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她如果缺乏安全感 那个好 找阿大是最合适的 因为阿大不光能从外形上 给你安全感 其实她的内心是很有担当的 这个女人要是稍微有一点缺乏安全感 是个好事 她就会很黏着你 那你给她系上一个鞋带 她就会觉得 好感动 先给她解开 然后再系上 来 三号 麻烦你给分析分析 你觉得她俩能到一块吗 有百分之八十的概率 是吗 有点心慌 你是玩心理学的 你怎么这么不淡定啊 看到我激动的呗 看到我激动的呗 还有什么 有什么要跟我们小伙子表达的没有 我是一个特别 看不了别人吃苦的人 有一次晚上回家的时候 看到坦在路中间的一只小狗 摸了一下她动脉 发现她已经死去了 我觉得她不能再接受 车撵过去的那种命运 于是我就把她抱到了路边 把她埋起来了 在大学期间 我也参加了一些公益组织 服务于成中村的留守儿童 我当时帮扶了一对姐弟 他们的爸爸妈妈去世了 有奶奶带着 他们家里面很贫穷 当时因为我是用周末 去给他们做家庭辅导 每次中午去的时候 都是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 然后到那边我就满头大汗 但我觉得一点都不累 但看到了他们午饭 是很稀很稀的米汤 上面飘的几粒米 还有衣服上 缝缝补补补 怼在一起的 我心很疼 然后在回去的路上 我想了很多 然后跟我的朋友们 一起自发地组织 给他们捐了一些物资 然后给他们筹集图书馆 还有一些钱 我觉得我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 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我觉得你看这个 是你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她就会受不了 四号姑娘 我很善解人意 平时很愿意倾听 我特别善于 发现别人的这种优点 会喜欢经常地表扬人家 男嘉宾如果跟我在一起的话 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 我们家是自建房 我有三层一整层 都是我自己在住 大概有一百多坪 如果男嘉宾不介意的话 我很愿意你到我家来住 如果你想要我跟你一起住的话 房间再小我也愿意 就你跟他在一起 就觉得特放松 你在第二现场的时候 听到他唱那摇篮曲了没有 你能不能再唱一下 让我感受一下 来 掌声热烈一点 来 我感觉我浑上又充满了力量 来 睡吧 睡吧 我听你吧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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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听着听着 我就想睡觉 你知道吧 你爸爸妈妈来了没有 在这 我就问问你爸你妈 你觉得哪个适合当儿媳妇 看他孩子的一眼 我就问你 那四号啊 四号啊 四号啊 四号要沉水一点吧 当妈的呢 你别问他 我就问你 四号 主要是你妈还听你爸的 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们几个 就是想问问 你们觉得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 与其说做过最正确的事情 不如说是我长久以来的一种坚持 因为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很喜欢文学 那走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 我喜欢用文字去表达去记录 去思考生活 思考平台的发展变化 那一路上有人会说 你文艺女青年 你装什么装 但是我觉得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 走自己的路 坚持自己的选择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要说一下我的父亲 因为他喜欢摄影也有四十年的时间了 四十年过后平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平台的石头错 鱼排 平台的海石地貌 还有我们新建成的大桥 都在他的摄影的记录里面 我能看到一种对家乡的热爱 对摄影事业的一种坚持 这一点我很感动 以至于我后来在文学的路上的一种追求和坚持 或者去台湾交流学习 都让我备受鼓舞 那么我希望男嘉宾以后 能够跟我一起记录生活 感受生活 点滴的美好 到牢了以后可以一起回忆 走自己的路 坚持自己的选择 记录生活 感受生活 感受生活点滴的美好 感受生活点滴的美好 二号姑娘 我觉得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应该是去援助武汉 我记得2月4号的时候 我刚下夜班 刚回到家里 就在工作群里 就接到通知 说要集招10名的医护人员 那时候我想都没有想 就直接报名了 后来确定名单以后 我把这件事情跟我的家伦说 他们是吓一跳的 不愿意让我去的 我那时候对他们说 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平安回来的 我记得10点的几招 12点的集合出发 妈妈就急冲冲的 帮我收拾了一些行李 所以你还练导着说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要吃饭 多休息 你如果很忙的话 给我发一句微信就可以了 那时候妈妈做了 平坛的特色的海鲜面 也是我们平坛的平安面 她说出门 出远门一定要吃一碗平安面 在我走出门之前 那一刻他们抱着我哭了 我那时候抢冷着泪水 跟他们说我一定没事的 肯定平安回来的 我那时候在去的车上 还是没有别住 哭了 我不知道未来自己会面对 怎样的一个处境 但是那时候觉得 专业对口 我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我就一蓝绝蓝地 踏下了行程 到达武汉后 为了方便穿脱防护服 我就把我自己 留了四年的长发剪短了 因为我们每天要工作 十七八个小时 这十七八个小时里 我们是不能吃东西 不能喝水 不能上厕所 所以我们防护服 一定要就闷着 然后N95口罩压着 压的时候压得很痛 但是手是不能去碰它的 每一次脱下口罩的时候 脸上被压得深深的痕迹 像鼻梁处都会被压破皮 那时候那我最难忘的是 病房里面的病人 他们是病人 他们也是党员 他们那时候临时 组建了一个党支部 组建了一支支援者队 他们说你们医生护士 在前面救人 我们在后面帮你们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是搬一些水啊 帮我们发饭给病人吃啊 就点点滴滴 让我感受到了 胆的支持和温暖 在回来的那一天 我们是警车护士 夹到欢迎我们 真的很感动 感觉自己的付出 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其实一回到家以后 开始上班 我就向单位 提交了陆党申请书 我现在是一名积极分子 我希望 自己有一天 能正式成为党员 为国家为大家做我 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 谢谢 成为党员为国家为大家做应该做的事情 谁都知道这种病毒在当时还是不太了解的 有生命危险的 他们是逆行者 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向你们致敬 三号姑娘 我做最正确的选择是放弃了四所世界名校的offer 小时候家里面还是算挺贫穷的 住的是瓦片房 用的是煤油灯 肥料袋的那个封起来做的窗户 然后爸爸妈妈也很努力 一方面要做田里面的事 还一方面要出海养殖 但是他们起早趟黑 却从来不忽视我们的教育 我有两个弟弟 我们三个都上了大学 一个是开飞机的 一个是当警察 起码都是做了对人民有意义的事情 村里面有跟爸爸提及 可以申请个低保 但是爸爸觉得要滥给有需要的人 他告诉我 我们可以更努力一点 没有关系的 然后在大学期间 我没有像家里要生活费 我自己在外面做兼职 炸鸡排 做家教 第一桶金是我炸鸡排赚了六百块钱 给爸爸妈妈都买了礼物 是给他们买了衣服 瞒着他们 不知道他们的尺寸 结果买大了 放弃了四所世界名校的offer 主要是考虑到是说 家里面的一个情况 记得有一次 我在回家的路上 电动车没电了 我只能呼叫我的超级爸爸来拯救我 然后爸爸第一时间到了我这边 帮我载回去 在路灯的倒影下 我看到他老的痕迹 被弯了 肩膀斜了 我很心疼 现在在我完成好我自己的工作之余 我也会帮家里面做一点事 因为妈妈腰疼 然后爸爸不在家 我就扛起了当男人的角色 就是我会扛煤气逛 从一楼爬到三楼 我不希望成为他们的负担 所以我决定放弃了 这四所学校的offer 我觉得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不希望成为他们的负担 所以我决定放弃了这四所学校的offer 我觉得要靠自己的努力 四号说一下 我认为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应该是毕业以后到乡村支教了三年 见证了几十个孩子 从小班到中班到大班的一个成长过程 毕业以后呢 我选择先去一个村庄支教 但那个车越开越远的时候 每当我以为我已经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车一拐弯 又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当车子终于停下来 对我司机对我说到了的时候 我当时心特别的凉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离城市越来越远了 然后我一路跟村民打听 摸索着到了学校 一看到那个学校 我当时就闷圈了 因为那教学楼实在是太破了 只有两层 墙面非常的斑驳 然后每当下雨的时候 这个雨水都会顺着这个裂缝流进来 因为这个村子里面 它留守儿童特别多 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 那我刚刚才见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 是从头黑到脚的那种感觉 还有鼻子上还挂着鼻涕 还有特别害羞 内向 就完全没有那种活泼 当这一批小朋友刚刚才入园的时候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爷爷奶奶的怀抱 所以在幼儿园有的小朋友是大哭 那对这样的孩子 我只能不停地抱他们 安抚他们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都紧紧地把他们牵在身边 还有的孩子不愿意说话 我只能蹲下来 把一句话猜成一个字一个字的对他们讲 一直到他们听得懂为止 每当小朋友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 我都会用特别夸张的语气去表扬他 鼓励他 三年过去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懂礼貌了 从刚开始来源的时候 我胆小的样子变成了大老远 就跑过来跟我打招呼 李老师 李老师早上好 还有的小朋友变得特别地活泼 每次我上课提问的时候 小朋友都举手发言特别积极 有的小朋友都跑到前面来问 老师你为什么不叫我呀 看到孩子们的成长 这些变化 我真的觉得自己的付出 得到了回报 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教育事业 继续进行下去 尽我所能 努力地让更多的小朋友越变越好 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教育事业 继续进行下去 努力地让更多的小朋友越变越好 来 两位相亲顾问 给我们阿大参谋参谋 一号姑娘啊 未来的生活就是诗和远方 二号姑娘呢 开始我觉得她有点咋咋呼呼 但是刚才的这段 去驰援武汉的这个经历 使我对她油然而生敬意 小姑娘虽然说自己缺安全感 但是到有大事的时候 特别有担当 能顶上去 她也照样能照顾你 三号呢就是太有学问 也特别漂亮 穿着小学生装 老分析 分析她动脑子呀 聪明啊 四号女嘉宾 开始在观察室的时候 我们说 哎呦 这个是不是大呀 结果刚才两位父母 都喜欢四号 所以现在我就有点难 我也难 我也难 你给她个建议 大鹏你说吧 弟弟 一号啊 不光有诗情画意 她特接地气 人家也擅长厨艺 做那个菜呢 都是你不擅长的 我觉得你俩挺互补的 而且我还跟你说 这作丝 一个不经意的小细节 会特别体现她的涵养 她在听其他女嘉宾 说话的时候 坐在旁边举致非常得体 这两个腿 特别好 你就是被她的坐姿迷住了 我看着她 接下来我们要在歌舞 海谈迷恶的表演中 让小伙子选择 跟谁成为普通朋友 王老吉 刺青集 祝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并将为一年之内 登记结婚的男女嘉宾 提供专属大礼包 和王老吉 刺青集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平坛特色的菜 都挺拿瘦的 我觉得你俩挺互补的 未来的生活 就是诗和远方 当过十六次伴娘 我要把自己嫁出去 他们是逆行者 能顶上去 我喜欢观察细节 太有学问 老分析 爱运动的小哥哥 好像也很不错 我显得他四号 小哥哥 小哥哥 他可能喜欢篇文静一点的 可能我性格比较外向一些 他的泛娘经验有点吓到我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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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当时可以加上你的微信了 好 谢谢 谢谢 本节目由王老吉 刺青集 独家冠名播出 要青春喝刺青集 喝王老吉 刺青集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下面呢 我们要听一听 我们现场的父老乡亲们 有没有给小伙子听建议的 夏老师 我 来 夏老师 我 夏老师 我 夏老师 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 今天是终于见到活人了 真的是 今天是要活的了 我特地昨天晚上给你画一幅版画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 我嘴就这么大 是吗 这八字没呀 倒是挺像的 给我们台上的阿大提的建议 应该怎么选呢 强烈的推荐一号 从一号出场都很惊艳 惊艳 惊艳 找老婆就应该找这样子 每天老婆下班回来 惊艳 没听一下吧 我嘴就这么大 是吗 这生活里面充满乐趣 热闻艺的人 他会让生活持续发酵 那是乐队的键盘呢 他俩晚上一见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那个呢就是美人卷猪脸 相对粗俄眉 一边炒着菜 一边饮食作妇 对呀 其实可以把生活过得跟诗一样 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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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提建议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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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 我做 来 上 稍等一会儿 稍等一会儿 我觉得她漂亮还是让她先说 我觉得男嘉宾更适合 四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喜欢去远方 她的灵魂比较自由 不能找灵魂自由的 对 得找灵魂不自由的 阿大她应该会喜欢 比较顾家的 三号呢 三号她懂心理学 我怕以后阿大藏四番钱 都不知道藏在哪儿 我觉得四号女嘉宾更适合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成熟的婚姻伴侣 但是 萧老师 我比四号更适合阿大 你这不是恍人家四号呢吗 就是如果阿大对我的推荐 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我希望阿大兄弟 能考虑一下我 很有招数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对阿大表达一下 来 掌声热烈一点 来 哎呀 阿大小哥哥 我觉得我跟你有很多共同之处 你喜欢写诗 我可以做一个倾听者 你喜欢健身 我也健身了六七年 你喜欢顾家的女孩 我能做一首平坦的好菜 您刚才给四位女嘉宾 都做了一首诗 我觉得我好羡慕呀 我叫林小田 你愿意给我做一首诗吗 哇 我看二百多斤的阿大呀 开始晃悠了 来 好 林坚晚见青蛟龙 玲珑透心 网无缝 婷婷玉立美蛟娘 完了 情色才具 潇洒风 你对阿大说点啥 轻轻的我来了 这如我轻轻的走 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只带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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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听的最能让人 荡起涟漪的话了 这也是五号女嘉宾 还有没有提建议的 来来来来 我是你的小迷妹 我是昨晚凌晨 特地赶回来的 我从你的五月二号的第一期 在云南的土耳 到后面的这个 管西的这个巴马 我每一期我都看了 真的呀 对 我听说 您要来我们家乡平堂 我心态有加速 不能再输了 还是说这台上阿大的事吧 咨词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从进场到现在 她一直的坐姿表现出 她其实对自我的要求非常高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律的 一个女孩子 而且呢 刚才我有听反对说 她是文艺女青年 太多自由 一个会懂得自律的女生 她一定会掌握好 她的尺寸跟分寸 我相信她应该是 很适合你的一个爱人 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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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提建议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想用平堂话 为阿大选一个 平堂人说 这个老婆 这个德就是品德 那我要选三号 她为了孝敬父母 世界名牌大学的offer 都不去了 为了妈妈这个腰疼 扛 没去管 我们家都是我婆婆扛 所以我觉得我跟她 你是在做自我检讨 没错 所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觉得 你今天回去就会找你婆婆去 对不对 对 我也要扛给她看 三号非常适合阿大 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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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提建议的 来来来来来 男嘉宾更适合一号跟四号女嘉宾 因为呢一号女嘉宾呢 跟她有那个共同的文艺爱好 她们都喜欢做吃 然后以后她们也可以 我觉得你好像在绕弯子 郁阳新出 然后呢 什么一号啊四号啊 是 你目的是奔着三号来的 对不对 这 这个 这个就被你知道 她一难画头 我就知道她有这意思 对 没错 我今天就是来抢亲的 你看上 看上三号了 哈喽 你看 她看上三号了 但是她眼睛不敢看你 既然对三号有意思 你倒是说呀 她说她可以 什么她说她 你直接对她说 你可以一个人扛煤气网上三楼 我想说如果男嘉宾不选你的话 我选你 以后加点煤气网我来扛 我帮你修改一下行吗 对 男嘉宾选不选你 你都是我的 不光说煤气罐我扛 家里煤气罐和你都是我扛 你看她好像脸红的感觉 你看 不好意思了啊 我看阿大那个嘴啊 已经撇到后槽牙上去了 你想对她说点啥呀 然后我先问问徐萍老师 你说这两个小伙子 谁更适合三号 我觉得 阿大站了这么半天 她就说了这么两句 你就觉得跟她合适 做头啊 她搬配 来 你上去 上去 你跟她站一块 我看看搬不搬配 三号站中间 阿大站在那边 别光说在一起 是跟谁在一起 菊萍老师 你这么看 你觉得哪个更般配啊 我得坚持我的意见 我觉得这边般配 好 几下来 我觉得你抢琴抢得很成功 还有没有提建议的 来 来 男嘉宾千万不要被 女生的美色所迷惑 包括一号 你觉得她被美色 已经迷惑住了是吗 我觉得男嘉宾更 侧重于选择一号 但是我很担心这一点 为什么呢 她生怕你选了一号 男嘉宾的出现条 不适合跟一号 女嘉宾长期生活 你根据什么说 阿大和一号在一起 走不长呢 我不说走不长 能走几百米啊 一号 她其实在很多的一个 言语表达的时候 没有很强烈的表达说 我愿意马上跟你相处 她的意愿只是一点点 她还不够走心 不够走心 刚才三号在做撒娇动作的时候 做了三次 她很努力地在想去撒娇 但是好像一号始终是很冷静 一号现在让你给阿大撒个娇 我看看什么样子 阿大就往那边凑过去了 你看阿大像一堵墙一样 站在他面前 现在脚好伤 腰好伤 阿大你要把持住我跟你说 这位大哥的意思是 生怕你让一号骗了去 一号的爸爸也来了是吧 你闺女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是什么表情啊 这个我们当父母的 当父母的 你看出来了没有 还看不出来 还真看不出来 你当年谈恋爱的时候 你老婆喜欢你是什么表达的 那她妈妈来了没有啊 在这 来 当妈的 当年 你喜欢她爸 你是怎么表达的呀 当时都是没人介绍 她媒婆介绍 她也得表达喜欢你啊 没有现在这么直接吧 间接地表达 间接地表达 来 当妈的说一说 你怎么表达 我们以前也不懂得表达 不懂得表达是怎么表达的呢 不反对的时候就是 只要不摇头 就是统一 好嘞 谢谢 谢谢 来 还有没有要提建议的 那我要来 替四号抢亲 四号嘉宾一直 对男嘉宾表示出 他非常喜欢的这个情感 包括他刚才自己都放下身段说 跟你一起 凡间再小我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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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人来了没有啊 妈妈来了 妈妈在哪里啊 当妈的觉得阿大当女婿怎么样啊 比较优秀 但是的话 但是的话 不大合适 年龄排在那边 毕竟是跨越不过去的一道坎 假如你不喜欢 而你闺女喜欢呢 我闺女肯定跟我一样的 天哪 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闺女都不敢说话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因为她年龄这么大了 我们都没有给她压力 你现在正在给她强大的压力啊 不会 我跟她很自由的空间 你给她很自由的空间 你还说我闺女一定跟我一样 没有 我讲的是实话 你闺女来参加之前呢 就已经了解了阿大的基本情况 是吧 是的 好 这样的话 她没有回去跟我说 妈妈 你今天是不是来砸场子的 还有没有要提建议的 来来来来 我是拿到五号家庭的 台湾同胞的家庭 哇 只要阿大跟四号女嘉宾 牵手成功 五号里面 你们用基本的级别的四号 当你说她跟四号般配的时候 是 我的心就悬起来了 难道你没有听到她妈妈刚才说 她俩坚决不合适 丈母娘看女婿 只要越看才会越有趣 阿大 你呢 对四号的妈妈说点啥 阿姨你好 你好 小伙子 虽然说你在意我跟您规律的一个年龄差 但是我看起来 看得比较成熟吧 你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不是我们家的话 属于的那种未来的姑爷 我们家都是出生于军人之家 我希望我女儿 姑娘应该是跟国防有关系 你还要不要让你闺女家出去了 两位相亲顾问 给我们阿大 参谋参谋 刚才四号的妈妈非常坚持 人家家要找军人 岁数也差的比较多 而且她妈呢 我觉得就一点退步都没有 我好想说 阿大 就在一号和三号之间 你自己来选择吧 因为你父母啊 刚才虽然说选四号 但他们还是最尊重你的意见 好吗 好嘞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啊 冠名企业的领导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陈总 给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分享 分享 赤零级呢 实际上的协议就是赐给你安宁和健康 吉祥 赤零级呢 是一种鲜果 叫赤梨果 这赤梨果呢 富含维生素 也是我们响应国家东西部和平的号召 对口帮扶负贵州比捷跟浅南州的一个捷径 是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和健康扶贫的一个捷径 要青春美丽 科王老吉 士林吉 喜上加血 吉上加吉 也祝愿有情人 忠诚眷属 好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平潭综合实验局 党公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欧阳晓多 我想在这个栏目当中 我也给年轻的嘉宾们献上三个喜 一个呢是我们产业啊 逐渐形成了物流 总部经济海洋特色旅游的三大产业 第二个自贸创新有193项 第三平潭最具特色的就是生态和旅游 蓝蓝的天蓝蓝的海 平潭啊 是一个创新的高地 旅游的胜地更是我们创业的福地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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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的小伙子将来舞蹈 南街技艺的表演者选择 我们的小伙子为苦衷朋友 剩下长三位继续相接 王老吉 次宁吉祝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并将为一年之内登记结婚的男女嘉宾 提供专属大礼包 和王老吉 次宁吉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牵手成功将获得由中国黄金提供的 时尚饰品一份 祝你们幸福美满 情笔金尖 强烈推荐一号 张老婆应该挑战 她的灵魂比较自由 男嘉宾的出现条 不适合跟一号女嘉宾长期生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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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都会坚持 运动 健身 太有学问 老分析 回家把你分析得透透的 我选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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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 不大合适 因为年你摆在那边 我比辞号更适合阿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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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母亲给的压力可能会有点大 男嘉宾是那种小弟弟型的 爸爸妈妈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 女嘉宾 我刚才看了你 我们方不方便加一下微信 然后后面再联系一下 好吧 可以啊 谢谢 女嘉宾 我那个挺欣赏你的 那我们先来加个微信吧 可以 可以 厂上还剩下两位姑娘 我们的小伙子要给你们提上一个问题 讲上一个故事 爸爸还小的时候 爷爷就因海难去世了 爸爸可能都模糊了那种父爱的感觉 但是他却把他最好的父爱给了我和妹妹 还记得是四岁那年 因高烧不退中级的医院急诊 当得知我急需要现血的爸爸 下意识地拉住医生的手 抽我的 也是爸爸这捐了将近一半的血 才助我渡过难关 前段日子 爸爸因为脑内过度 未出血 失血过多 导致昏厥住进的医院 我害怕 两天两夜的我都不敢闭眼 就盯着监护病房 那仪器上跳动的数字 静静地陪在父亲的身边 很清楚很清楚地记着 那是第二天 凌晨三点 我听到了爸爸的呼噜声 那时候我觉得 那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声音 这是我牵挂的家人 当然了 我还有我牵挂的家乡 咱们平潭 还记得我是14年上大学那伙 习总书记来咱们平潭的新闻 刷爆了咱们朋友圈 我为我身为平潭人而感到骄傲 再说到我自己 那时上大学 当过学生干部 也留校当过学务秘书 学校的各个条件都比基层的好 但是心里牵挂的 还是我的家人跟我的家乡 我回来了 我到了泥岛 大年 去当了两年的住村 大学生村官 现在虽然已经不在村里了 但我每隔一个月 还是会回村里看一下 爱家爱户的创一创啊 村民们娜娜家常啊 因为我觉得那也像我一个家 值得我牵挂 我有牵挂的人和事 就想问问两位女嘉宾 你们牵挂的人和事是什么 因为我的家人 我爱的人都在我的身边 所以我想着重地谈一谈 我牵挂的事 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在平坛里面有一段时间 感到很迷茫 人家问你说 想路里斯从哪来的 你家乡在哪里 我说平坛呀 他们说平坛在哪里 我说就在福州平坛 那个离台湾只有68海里的地方 他们说 没去过 没听过 我当时想说 作为一个家乡的平坛人 我该怎么样地去介绍我的家乡 我觉得文化的自信 文化的根 是一个家乡的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回来了 我想说 我想尽上自己的微博之力 去为平坛留下一些时间的印记 我就希望说有一天 有人看见我的文字 看见我的图片 会问起说 这是哪里 然后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邀请他们来到我的家乡 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 特地地去深入了解平坛的旅游历史文化 我很感谢这个生活严重我的小岛 我现在是在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工作 那么我们投身到更大的海洋事业中去 我有幸能够成为这个工作里面的一份子 我非常感恩 那么接下来我最牵挂的就是希望平坛的建设能够越来越好 他的文化底蕴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去欣赏他 去爱他 我想尽上自己的微博之力 去为他留下一些时间的印记 家人的健康还是我最牵挂的 我以前是留守儿童 小时候都是外婆带大的 我没有了爷爷奶奶 还有外公 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 最近外婆生了一场大病 而我不知道他会还能陪我多久 所以我现在我只要有时间 绝对是去照顾他 至于我最牵挂的事 平坛也是属于一个海岛 海岛它是促进海洋经济的一种依托 也是生态海洋的一种保障 我最牵挂的事是能作为海岛中心的一员 能够发挥我所长 在这片乐图上奉献我的青春 做更好的回报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心心念念的牵挂吧 在手机和高铁 如此方便的今天 成全一份牵挂貌似不难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感慨 此情无忌可消除 财下眉头 却上心头呢 这世间唯有爱与被爱 值得牵挂 它已化作直跟心中难以割舍的那份依恋 让我们明白 整个世界是温柔的 也是值得期待的 接下来到了台上的男女嘉宾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请走到喜字门前 稍后旋转门打开 相互面对 意味着牵手成功 最上场的是新鸣市炒鸡大 保证能够满足女嘉宾的位 其实他没有担当的 可以给对方陪伴 还有理解 未来正适合原方 我每个月都会坚持运动 健身十二次以上 稍后旋转门打开 相互面对 意味着牵手成功 王老吉 刺丁吉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并将为一年之内登记结婚的男女嘉宾 提供专属大礼包 和王老吉 刺丁吉 喜上加喜 喜上加吉 会有一队牵手成功吗 我就是那种护肚子的 怎么才回来啊 咱得欺负回去 咱们才回来啊 咱得欺负回去 我就是那种护肚子的 好大又不适合 他跟半个人谈过一次呢 啊 人生最高机密啊 割了他的魂 抢轻的 你真用心了吧 你你你都会说啊 啊啊啊 不讲理啊 本节目由王老吉 刺丁吉 独家冠名播出 要青春喝刺丁吉 喝王老吉 刺丁吉 喜上加喜 吉上加吉 喜上加喜 由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特约播映 喜上加喜 由真便宜不用算的巨划算 独家互动合作播映 上手机淘宝 认准巨划算 百亿补贴 全网提价 天天有搜汇聚 喜上加喜 购买超划算 地域爆款好货 喜上加喜 由中国黄金特别呈现 中国黄金一见倾心 不会有一对牵手成功吗 好遗憾 今天没有牵手成功 也计划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